聽過一個傳言 一個都市傳說 只要你紅九歲 不管是十九 二九 三九 就是你那年會人生最衰的那時候 我在生日前幾天頻道被盜 Google被盜 FB被盜 IG被盜 電腦被盜 就我所有東西都被盜了 阿 阿 阿 周先生 周先生你還好嗎 周先生 好痛 怎麼了 我受不了二了 記得訂閱喔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ShakeNell今天 月雨節 屁 屁龍 你在樓下 屁龍又沒拍自己了 因為他不散啦 對 他想要休息 這邊補上西遊的照片 沒錯 他就是傲嬌又不上來了 所以呢 這只有弟弟喔 那今天開場我們現在問他就是 大家有尾數九歲過嗎 欸你有經歷過嗎 你有尾數九歲過嗎 有 你應該很多次啊 對 沒錯為什麼講到九歲呢 因為我今年呢 是二十九歲 那大家應該都有聽過一個傳言 一個都市傳說 不要你紅九歲 不管是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三十九 就是你那年會人生最衰的那時候 就是你那一年是人生最衰的時候 我是有聽過 因為你剛說十九二十九對不對 但我聽人家說十九是最嚴重欸 真的假的 十九比二十九還嚴重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之前聽的說法 是十九是最嚴重的 喔 我十九也有車禍過 我就是 那時候要去錄大學生了沒 我記得那天就是十九歲 我記得那天就是十九歲 然後我好像就是撞一台轎 撞一台轎車 然後手都洗這樣 那你為什麼會撞到 我以為他要過啊 然後原來他一黃燈 他就擊殺 然後我以為他會過 因為他看起來 他已經車子大概過了 停止線快一半了 就以為他要過 因為他就很急著 對 為什麼要講到這個呢 因為呢我今天也不是二十九歲嗎 然後我在二十九歲的前幾天 跟之後呢 我已經發生了這輩子最衰的幾件事了 就是很多事情都這個時間發生 對 最衰就是頻道被盜 然後車禍被撞 拍到靈異詐騙 然後影響到現在的我 這幾天發生就是 就是頻道莫名被瘋狂烤鞭 對 其實還有很多 代表可以來跟大家聊一下 然後 我們今天就來聊一下 二十九歲到底能有多衰 然後我們來一一跟大家分享 然後呢 大家如果你曾經 或是你現在 有年紀維素九的時候 有發生過哪些衰 可以留言分享給我們 好 那我們先來看個簡單的文章好了 這個是來自聯合新聞網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為什麼 逢九會衰 那這是這個民俗說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 就是逢九年好了 那古人把逢九的生日叫做受官 意思是這個生日的人呢 會經歷一場大關卡 且有男怕生日前女怕生日後之說 在逢九年呢 男性在生日前災難中 而女性呢則在生日後遇險多 欸這個超準 我在生日前幾天頻道被盜 然後Google被盜 FB被盜 IG被盜 電腦被盜 就我所有東西都被盜了 欸我可以補充一下 那時候我們來工作室的時候啊 團亂對不對 因為東西全部都被盜 然後呢 連冷氣都壞掉喔 冷氣壞 然後電腦也壞掉喔 什麼都壞 然後充電器也壞掉 螢幕也壞 對就是突然 那時候來工作室 想要發生什麼事情 全部都壞掉 太可怕了29歲 我本來想拍就是 29歲有多歲 我們今天就來拍了 因為這是我以前想過的題材 因為29歲有歲 然後我真的來到29歲 然後呢 逢九年呢 又分為明九與暗九兩種 暗九之兇險勝於明九 所謂明九呢 是指虛歲年齡代九的年份 例如 9歲 19歲 29歲 以此類推 而暗九呢 則是虛歲年齡為9的倍數的年份 例如 例如 9歲 18歲 27歲 36歲 等等 27歲也是 這個就是那個9的倍數啦 就是 919 928 93 27 93 93 97 94 36 95 45 就是 所以這幾個都會衰喔 這幾歲可能是會更嚴重 哇那很多耶 超多的耶 對 但這個只是民俗說法 就是僅供參考這樣子 好 因為像我就是屬豬嘛 所以我就是1995年的虛歲29歲 我現在是明九 就是這個說法就是 紅酒的都會衰 我目前是真的發生的 因為可能在沒發生之前 你會覺得 哦怎麼可能 但是 其實我在29歲之前就有很多生班朋友就是 哦他們29歲的時候真的是 有著測戶到 水菜很斷掉什麼之類的 就是很嚴重 而且不能過生日 你有過生日啊 我其實還沒有過啊 紅酒也是不能過生日 然後要低調這樣 然後我覺得我這一年真的算是 很低調 因為我之前不是 其實我還是算高調 我還是有發文 生日 然後我說要低調的過這樣 那你發文是不是低調啦 沒有辦法 大家想要看我生日的貼文啊 車禍被撞的是 7月底的事情 就是我騎車 然後有車子轉彎來撞我這樣 然後 然後雖然我沒有怎樣 但是就 很麻煩就是我還要處理保險的事情 然後還要去修車 然後可能還要陪對方 目前還不知道 就是還在走這個流程 你看 已經快一個月了 我還沒有走完整個車禍的事情 那那個 造勢責任是在誰身上 就還不知道啊 所以才走到現在啊 哦 所以你們現在還不知道 誰是造勢責任的人啊 造勢責任還要一個月啊 大概要8個月才知道 然後反正就是還在處理 你看就很麻煩 我還要處理後續的事情 然後我還要跑 保險跑來跑去 接對電話 然後再來就是 靈異照片的事情嘛 就是我們不是已經 拍機已經處理掉了 就是把那個照片燒掉了 它也是在我生日前後 我突然覺得它 就是感覺它好像有影響到我這樣 你覺得它影響到你什麼 就是開始衰啊 我就覺得我很衰啊 就覺得它好像 有造成我 變成衰的一個原因之一啊 反正有處理掉了 然後再來就是 4幾天發生的被X標 我們連續三部影片 莫名被X標 對 但是我們現在目前正在處理 然後也在 跟官方連絡中 所以 應該可以慢慢解決 希望可以趕快處理這樣 大概是這樣 你說你紅酒最嚴重的是什麼 你還沒講到一個單一事件啊 就是可能 每個人遇到的事情是不太一樣 然後我在公司做一個專案 跟另外一個同事一起合作 我去協助另外一個專案 就我們這邊做好了 然後他另外一個 同事他的專案還沒做好 我去協助他 我協助的那個同事他自己出包 就是他怪在我頭上 然後你就覺得很衰 因為你是好心去幫忙 但是對方卻把錯怪在你身上 就是社會的黑暗面 對就是你去幫助人家 但是出包的時候 對方會把責任全部推在你身上 但是你只是去幫忙而已 但是平常這種事情真的是很少發生 但有可能就是遇到壞同事 就剛好而已 就在你有尾書九的那一年 就是那一年遇到的 但其實我之前都沒有遇過類似這種案 就有聽說 但是後來你才發現 哇真的職場上面會有這種人 就是很自私 然後就是把錯都推給你這樣子 就是小人行為 但是我跟大家講就是我之前有聽過一個說法 所以那時候我在覺得很衰的時候 我請假一段時間 因為我聽人家講說 如果你覺得你很衰的時候 你就去出國渡個水再回來 密室就會比較好 這個時候有這個說法 對有這個說法 我那時候就是請假一段時間 然後真的去出國 我好像去哪裡忘記 就自己一個人出國 去越南喔 去馬來西亞嗎 還是什麼之類 我就自己一個人出國玩這樣子 然後玩一玩 然後再回來 欸我發現真的有比較好耶 比較順 對會你就會覺得你比較順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這個就是 有點像是民俗說法啦 就是當你覺得你運勢不好的時候 你就出國 渡個水再回來這樣子 然後我真的覺得有比較好 好朋友 可以留言你 年紀尾數9歲的時候 到底有發生哪些 真的覺得你這輩子最衰的事情 然後最嚴重的事情 都可以留言跟我們分享 嗯 那今天就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喔 我到底有多衰 我這一年29歲 這是我人生最衰的時候 對就是這麼誇張 那希望呢 還有快一年要過 希望我這一年 可以正常一點 我前面 調整幾年已經夠衰了 我後面可以正常一點了吧 屁股剎 老天爺 要給自己那段信心喊話啊 不會衰 不會衰 Youtube突然50萬訂閱 賺大錢 不要讓我衰啦 啊 好 那這樣啦 好 那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 喜歡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人家 訂閱人家的頻道 一定要追蹤啊 記得聽我們兩個首歌聽起來 喜歡我們的話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然後不經請有會員聚會跟會員裡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Live社群 跟我們一起聊天互動 好 好 那大家可以留言分享你到底有多歲 好 那下期就有Share了 下期再見 拜拜 謝謝留言呢 我們一直在留言我們都看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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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你 快拒絕我 就讓我死心 拜託你 不再追求 那麼死心踏地 把所有好的壞的都刪掉 It's time to let you go 拜託你 快拒絕我 就讓我死心 拜託裝的不在乎 其實很不安 嘗著對你的愛慕 我說不出 你在櫻子 那 있을天 oxver